一名82岁妇人在揉左眼后引发剧烈疼痛 数日治疗无效后,转诊到齐美医院时 视力仅剩三次处 医师诊断她患有左眼角膜溃疡并发眼内炎 最终因视力恶化到仅剩光绝且发炎持续恶化 只能摘出眼球 医师提醒日常需做好眼部保护 避免组织损伤以防感染,揉眼感染引发剧痛 齐美医院眼科部主治医师林玉轩表示 一般角膜感染可用药物控制,但严重者需手术处理 证明妇人一因工作后未清洁双手就揉眼 导致左眼剧痛 诊断为左眼角膜溃疡并发眼内炎 使用强效抗生素治疗仍无效,视力退化至仅剩光绝 感染持续恶化,只能摘出眼球 因感染恶化,医师最终决定进行眼内容无弯处手术 术后无复发感染 未生物培养确定感染源为绿脓感菌 术后定期追踪,三个月后装配一眼 角膜损伤亦引发感染 林玉轩指出,角膜溃疡,长因角膜上皮损伤 接触病原菌而引发 原因包括外部物体撞击,隐形眼镜不当使用 自体免疫疾病及眼部手术等 大部分角膜溃疡可用药物控制 但少部分会进展为眼内炎,炎重者甚至失明 常见感染病原体 国外文献显示 需要摘除眼球的眼内炎多因微生物感染 最常见的病原体包括链球菌,绿脓感菌及曲菌 这些病原菌引起的感染恶化迅速 可能需要摘除眼球 眼球摘除及一眼植入 眼内容物弯除手术适用于眼球严重损伤 感染无法控制或疼痛的无视力眼 手术在全身麻醉下进行 易出眼内容物后视情况植入细球或珊瑚球 以维持自然外观 术后需持续药物治疗及定期检查 带病况稳定后再植入一眼 手术可能并发伤口出血 感染及细球或珊瑚球脱出等问题 一是呼吁重视眼睛保护 林玉轩提醒 角膜感染不可轻忽 某些病原引起的感染可能迅速且严重 甚至需摘除眼球 应从日常生活中重视眼部保护 避免组织损伤以预防感染